第一档图就是先讲你这边的波文 不如让你帮我们讲讲 你昨天在立法院看到的奇观吧 好 跟各位说 真的是一个立法院奇观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前一天我就掌握到讯息 就是民进党会甲级动员 那我心里想甲级动员 是不是又要去找韩国瑜的麻烦 所以我早上8点40分 就去登记国事论坛 那9点钟国事论坛开始 我就坐在立法院 就没有离开了 我一直坐在那个地方 那我就越做越奇怪 民进党甲级动员 旁边空荡荡都没有人 完全没人 他民进党人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到 大概到10点大概03 04分 慢慢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我印象中最多 通常最多的时候 就大概四个到五个 那通常就是一个到两个在那边 所以换言之 甲级动员人也没来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就看到桌上的 那个我们的议事录 然后上面就有这个咨询的名单 我一看就傻眼了 为什么 竟然有七位民进党的立委 他把咨询改成书面咨询 那天大概也差不多 就大概11、2个民进党立委咨询 里面就有七个是改成书面咨询 那我就马上想到上个礼拜 各位观众应该都记得吧 对不对 闹得沸沸扬扬 就是民进党哭天喊地的喊说 你韩国瑜还我牛啊 还我牛啊 还我执行权啊 因为咨询权是这么神圣的重大 我们的口头咨询这么重要 我们一年对不对 两个会期能够做总咨询 也就这半年就一次嘛 那我这口头咨询 这么宝贵的一个口头咨询 你这可恶的韩国瑜 你竟然喊三次名字 就把我们跳掉视为弃权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个上个礼拜 是八个民进党立委 被唱名三次跳掉 然后呢冲到立法院那个 韩国瑜的办公室啊 就要求他还我执询权啊 这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执询权 那民进党的侧翼公督谋 也出来炮轰啊 说这个韩国瑜啊 你不懂意思规则啊 你今天这么乱搞 没收了执询权 好了结果呢 各位 这个昨天礼拜五的院会 你今天就有七个民进党的立委 你可以执询了 你已经可以口头执询了 改书面 改成书面 那就一件事情嘛 那你前面到底在哭天喊地 在喊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在 你说你那么那么在乎的口头执询 那你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的时候 那我想请问 那可见 要么就是你从头到尾就不在乎 要么就是前面上个礼拜 你是在演假的嘛 那更好玩的是什么 就是说基本上你要知道 那天因为民进党是甲籍动员 甲籍动员也者 就是民进党立委全部都要到 不到就要党纪处分 所以换言之 一般你要做口头执询 他说没办法 因为我时间配合不上 我敢书面执询 那是因为我这个什么地方有行程 我人不在立法院嘛 你确实用这个借口嘛 可是问题是 你们都在立法院啊 那为什么你跟我讲说 你今天人都到立法院 你也不能讲说我没有行程啊 对不对 有行程啊 那你为什么不做这个口头执询呢 所以我昨天发文其实目的也很简单啦 就像民进党这些所谓的 我们讲那种非常这个着势金飞 然后这个非常双标的这个嘴脸 就呈现给大家看嘛 那更何况里面还有三位的 那个民进党的改口头 改书面直询的立委 他就是上个礼拜 被这个韩国瑜立法院议事规则 唱命三次嗜同弃权的三位立委 那我之前有看过民进党的回应 坦白讲民进党的回应真的 他们已经是有点语无人次了 因为我是他们 有啊黄杰就说 又不是每个人都要剪抖音嘛 那他意思是像那里面什么吴奇名啊 还有四个口头质询啊 这些人就是都要剪抖音吗 所以胡说八道 但是找不出理由来讲了嘛 他说你揪他们是为了要剪抖音 你要剪抖音啊 不然怎么办 所以胡要跟各位讲嘛 就是说已经没有话讲 只要讲这种事情 那我也同样的说啊 那黄杰请问你 你为什么不尊重 你自己的口头质询权呢 其实亚明有分析过啦 就是说面对执政 反正上去也是护航 护航也是很难看 那干脆就不要留下护航的画面 你讲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你就不要装说 你那么在乎质询权 其实我打的重点是 如果你真的就是因为护航 怕护航太难看 你不敢口头质询 你要用书面质询的话 OK啦 这事情本来没人在乎啊 你书面质询没人在乎你啊 是你上个礼拜演太大嘛 好像今天拿掉了你的口头质询 好像就是十二不赦的事情 就你自己现在阉割你的口头质询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愿意更热 誓讯 我愿意更热 你最好 你最好 我愿意更热 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